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19日,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BOYS节目 最近呢,关于这个记者的一些争议是非常受人瞩目 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总结一下最近发生的这个几个关于这个记者的争议 以及呢,通过一个中西的对比,看看来自中国背景的这些东方的记者 和这个西方的记者,他们有一个什么区别 还有呢,就是中国政府,还有这个美国政府对于这个记者的一个态度 还有他们就是是不是诚实,很有意思,大家来一起来对比一下 我们先看一个什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可能也就两个星期之前吧 就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记者,他在问这个特朗普问题的时候 在白宫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问这个防疫问题的时候 特朗普呢,也是非常敏感,每次见到一个就是亚洲人面孔 特别是中国人面孔的这个记者问题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说想着第一时间怎么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 关注这个记者问题本身,而是首先都是经常要问一下 你这个记者,你是美国人,你是一个什么背景 所以呢,也是特朗普也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就是6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记者肯定一说话 这个大家都可以听到 他是比较呼吁这个中美合作 而不是中美对抗的 而且因为是一个这个中国人的面孔 所以特朗普就是比较敏感 问他是不是支持这个中美在和这个防疫上面合作的时候呢 特朗普他回答的是 我们已经签订了这个贸易协定了 这个贸易协定跟这个防疫是没有关系 贸易协定是1月15号就已经签订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特朗普接下来就问他 他问的是 就是你为谁工作的 这个呢跟之后问这个台湾人 我马上给大家看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回答的 他非常这个敏感 就是说这个香港凤凰卫视 到底是不是中国这个国营这个企业 他说是私人的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最近两天 这个一个台湾人叫张经义 为这个上海卫视工作的 他也是问了特朗普一个问题 但是最近呢 他甚至被人要求这个赶出 白宫赶出美国 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4月18日 川普转发政治评论家柯克的推文 推文写道 这个中共特务是如何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的 这位记者向总统说谎 称自己来自台湾 认为张经义应该被逮捕 和去中出境的 大家可以看 人家这个人 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只不过是为这个上海 这个东方卫视工作 问了特朗普一个问题 然后自称是来自台湾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呢 特朗普这个粉丝就马上 这个 叫人叫中共特务 难道任何一个 长着中国脸的 这个媒体记者 全都是中共的特务吗 同时呢 这个记者有没有向特朗普这个撒谎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就算他撒谎了 真的 他需要就是被逮捕 而且被这个驱逐出境了 他到底 有没有犯下什么罪行呢 就是美国现在真的法治已经是这个样了吗 我们看看特朗普的这个反应啊 他还转推了 该推文在20小时内 已被转发近4万次 总统川普在转推的同时 还附加一句 马上把他撵出去 据调查 台湾人张经义 是中国东方卫视 派驻的华府记者 而东方卫视 是上海东方娱乐传媒 所属的卫星频道 受中共上海广播电视台指挥监督 长期以来 中共大外宣系统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 大外宣更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接下来有一个这个人 就是形容某一个国家的 我这个看 就是你在什么立场上 你听他这个说法呢 越听越像某国政府 可能他说的这个是某国政府 但是你听 像另外一个国家政府 也是很贴切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说的像不像某一个国家的一个大同理 甩锅 一整套的预案 想通过危机来获取政治上的利益 是不是像这个某一个人 为这个选举所做的这个工作 狂甩锅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这个张军毅他被汤安普也说要赶他出去之后 他是怎么回应的 大家看一下他是这个 如何回答特朗普的问题吧 就是你从哪来 I'm from Taiwan 说我是从台湾来 这个呢 回答我觉得个人在技术找的方式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跟这个特朗普之前问这个 凤凰卫视女记者 Who do you work for 你为谁工作 还是有不一样的 特朗普这次问他你从哪来 因为一般如果是别人问我 你从哪来的时候 Where are you from的时候 我都会说I'm from China 哪怕我现在是生活在美国 因为你从哪来 一般情况下都是问你 最初是从哪来 而不是说你为什么什么公司工作 如果别人问我 Where are you from 我回答我为什么什么公司工作 那个就感觉很奇怪的 所以这哥们他本来就是台湾人 他回答I'm from Taiwan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 还是被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 可以拿来做这个小辫子 然后呢 进行这种文革式的批判 甚至呢 要把他就是赶出美国 驱出出境 这个呢 就是赶问美国现在的这个法治的何在 这个公理何在 对吧 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可以自己做出一些这个判断吧 对吧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不要只是看就是随便一个人拿这个大作文章 然后又说啊这个特朗普赢了什么什么 是正义的 不要就是随便听信一个标题 而要看一看这个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最后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说了这么多来自中国呢 那美国的媒体什么样呢 我们看一个最 这个 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女的是谁呢 这个女的是白宫的这个 现在的 press secretary 是新闻秘书 就是专门呢 替这个白宫发言的 就是说 特朗普总统做什么什么工作 相当于是中国 比外交部发言人还要权力大的 因为他是完全负责 就是特朗普的这个喉舌 然后我们看一看 福克斯新闻今天几个小时之前 刚登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 这个新闻秘书说 not a single American has died from lack of a ventilator thanks to president Trump 就是说 幸好有特朗普总统在呢 没有一个美国人 因为缺少呼吸机而死去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 这个各个 他说呢 这个各个州都给联邦政府 有很多的这个要求 说我们需要什么资源 需要多少呼吸机等等 但是呢 特朗普给他们 并不是说 他们要多少给多少 而是需要的话给多少 这个是比较光滑 然后再看他接着说 strategic and saying what the need is not the ask but the need he's deployed resources accordingly where we can now say that not a single American has died for lack of a ventilator that's because of president Trump not a single American has di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ventilator because of president Trump 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 因为缺少这个呼吸机 而死去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 这个令人惊奇的 就是舔着这个脸皮 说假话 而且是 面不红 心不跳的 让这个主持人 这个反应都非常大 而且福克斯新闻 基本上全都是这个美国 红脖子来看的 基本上所有的呢 都是90%多的点赞的 结果这个标题出来之后 你看 两倍的人点彩 点赞的人的两倍 这就是连这帮红脖子 都已经 唉 听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 中美两国这个媒体 还有政府这个做法呀 哪个也不比哪个强 对吧 五十步笑百步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